因为这个项目无论从理念到施工的规划 到里面很多的细则到整块土地的定位 过去的十几年来小弟一直都是反对的 我主要就是认为它在技术上和在财务上 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一个扣长来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债留子孙 正职就只留在眼前的一个 都是纯正自考虑的一个项目来的 在看影片之前大家记得分享赞好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这个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第一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之成熟 我们的发展商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 都是一些超级大型的发展商 所以他们的金流又或者是专业的水平各个方面 其实都是相对理想和稳健的 但是呢 这段时间呢 第一就是 无论是那个土地的那个交投 还是是地价的表现 无论是市建局也好 房协也好 或者是一些 私人参与的居屋也好 其实是有大量的土地呢 要不就是流标 甚至是以一个比市场的估计是比较低的价格 这样去成交的 刚才所提到的工营 半工营的机构呢 他们出现流标的数量不单止不少了 而且已经是拖延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政府那个 所谓的徐行就市 或者没有一个高地价政策 这两个表述呢 其实都是很明显地口不对心的 而且有一个政策的矛盾呢 就是说 你不可能一方面希望我们市民用 一个更低的成本 生活得更好 更宽敞 但是同一时间 你那个地价呢 无论是底价也好 还是那个目标价也好 都维持是一个脱离市场的水平 因为如果你说徐行就市下没有高地价政策是你的原则的话呢 那你说一两块流标 或者一两年之内 或者是三四季之内 出现这些现象 你也可以更能解释 如果你已经连续好几年 有十幅八幅地 而且不是个别的工营 或者半工营的机构 而是 无论新近的URA也好 政府也好 房协也好 就是私人参见居库也好 什么都好 接二连三这样去流标 或者是很低的价钱去成交的话呢 那就说明呢 政府呢 就是有一个极明显的 就是所谓政策的矛盾的 而且对市民大众 或者对香港作为一个崇讽 自由经济 市场经济的地方来说 也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说 其实香港为什么住得这么小 或者住得这么逼杰 或者居住环境不好呢 主要就不关这个发展商的事 发展商它所负担的市场 其实香港从来 从来都是只有香港的人口若获50%而已 如果说家庭住户数的话 可能一定是50% 而且是相对富裕的那一半人 另外那一半人的居住环境 他们的居住权 居住质素的改善 很明显这个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 现在无论是普罗市民也好 或者是草根阶层也好 或者是一些 收入最微薄 需要纳罪人去支援的一些家庭也好 这个主要就是社会政策 社福政策 房屋政策的问题 你不可能要这个 开发商他们去 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一方面 政府希望楼价更加平稳 甚至更加廉仪 一些租金的承担是更加好的那些 同一时间 他又不愿意真正的徐行就市 是吧 所以你的地你又不想买得便宜 但是又想那个市民的承担 就是租金或者楼价 置业的负担是低一些 这个不是纯粹矛盾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问题 所以 一个理想的做法就是政府 就是履行自己的责任 而开发商也都能够充分地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 博私其职 这个才是 发展香港的土地经济 以及解决 居住的需求的同时 也都可以促进到 投资物业的市道 稳步发展的 最理想的状态 公园房屋 或者叫做资助性的房屋 其实整个体制已经是完善了 第一个是自业阶梯 是完成了 我们由这个所谓过渡性房屋 或者是简约公屋 去到传统的租任式公屋 再去到这个 陆置居 陆置居上面 还有这个新居屋 新居屋上面是有 这个手指盘 手指盘现在又不局限 在URA退出的 是不是具有一定公营性质的港铁 和他们一些合作的项目 其实都可以有资助性房屋 这个考虑呢 整个自业阶梯 在过去三位特首 就是由梁先生 由林太一直到现任特首 其实 已经用10年时间 是建成了的 而且原则性制度性的 就是 将 那个 譬如资助性房屋 他的赤价 他的售价 就不是 和 私楼 去挂勾 就是不是一个比字扣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 新居屋多少截 六指屋多少截 其实是被市民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作为一个比对 其实他就不是他的定价的机制 或者定价的原则 定价的机制 定价的原则 就和 合资格 的申请人士 或者家庭 他们的月入 去相挂勾 这个也是可持续很多 健康很多 也是合理很多 直白点说 就将 资助性房屋 他的赤价 和和 C楼的赤价 他是完全去脱勾 然后第三个改善 就是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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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些土地慢慢慢慢 都会找得比较充足 那么 那个定价的机制 也是理想很多 合理很多 那 还有第三个 就是你具体的 这个产品 是不是 你推出来的单位 就是所谓的 纳米楼 我们就不再追求 所谓的跑数了 就是 政府有点点掩眼 就是啊 我今年提供了多少多少个赤助性房屋 但是原来 很大部分呢 都说的是180尺 到200尺 上行的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 最低限度都是一房单位 或者是两房单位为主 那是否需要好像以前 就是80年代 譬如最早的沙田瑞和苑 有一些 就是好几百尺六七百尺的单位 由于现在每一个家庭的住户的人数 其实都下降 两人家庭为主 三人家庭其实都一半一半的了 就是很多所谓的年纪人都未必会生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那个推出市场的那个赤助性房屋的单位 无论是租任职 还是可以有部分的业权 那其实其实它是 一房至两房单位为主 从那产品的角度 就是最后那块拼图 就是从那产品的角度 也都不是纯粹为了跑数 是吧 而是对民生福祉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针对性的 一个回应 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剩下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买地的问题 无论是生地 熟地 旧区重建的这个买地的问题 其实就不是很涉及 普罗家庭或者草根家庭 他们那个居住环境的改善 那涉及什么呢 涉及到香港的公共财政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买地的收益 这个教育和我们非常优质 但是基本上是免费的教育 是双挂勾 和我们也是非常优质 但是那个费用也是极低廉的医疗 是挂勾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 去到世界顶级的基建 但是我们除了譬如青马 几条的隧道之外 基本上只要是你政府营运的 我们都是补贴駕駛者的 无论是一个自用的駕駛者 还是商营的駕駛者 我们不像譬如日本或者是英国 去到哪里都要给 这个勞费给涂 这里没有的 所以 这一系列我们的生活的模式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商业运作的模式 为什么是可以既优质 又一个低廉甚至没有免费的情况呢 就全部都和土地经济 也就是说和卖地和和差响 以及楼域的印花税是相关的 所以政府要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以现时的那个中美关系 以香港在这个夹缝中生存的环境 我们这种土地经济 再靠卖地去补贴 刚才那三大环节 教育、医疗和基建 其实是不现实的 所以第一这种这样继续流标的情况 而且广泛地长时间的流标 一定要真正实践 除航就市的地价 去接受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将来香港的所有的土地 那个消化者 那个使用者 只能够是政府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政府去消化这些土地 这些用地 其实它的效率是并不高的 也都发挥不了它的商业价值 既然没有了这个土地经济 既然没有了这个用地价猜 这个物业的引发税去补贴 刚才说的三大环节 教育、医疗和基建 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是不是用者自负呢 还是更加积极的就是 发展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的产业 从而令到 去购买我们这些服务 这个不是一个产品的输出 是一个服务的输出 这个服务的输出 换来的盈利 其实可以补贴 本地 需要这些服务的一些 尤其是基层的家庭 我们不需要再指望 就是透过 卖地差响 和这个 物业印花税 是去作为香港 财政收入的支柱的了 只要我们是去秉持 基本法里面 明文规定的量入 违出这个原则 特区政府 现代的政府 必须 作出一个 财政上的 一个改革 面对这个现实 好像现在很多的做法 比如说是用 极高的代价 去建 所谓的这个 简约公屋 这个过渡性房屋 其实它的成本 并不比 建一间永久性的 寿命超过四五十年的 公屋为低 但是根据政府 向立会和 相关持份者的承诺 这些过渡性房屋 很可能 在五至七年之内 譬如启德 当时引起 争议的 这个过渡性房屋的 楼盘 据悉就是说 五至七年有可能 清拆 利用四五十年的成本 建一栋 只能够用五至七年 这个是不是严重违反了 謹慎理财的原则呢 更加不需要说 最近 据悉 向立法会申请款款 在湾仔 一个 一个绝对是极优质的地域上 兴建一个展示館 展示未来 填海和城市发展 据悉都是要 申请十亿八亿的一个预算 这些都是 极端离谱的 违反审慎理财的原则 更加不要说量入为出 所以 去到这里去说 其实土地流标的问题 他 他主要牵涉的是一个财务纪律的问题 那由 林郑的政府开始 其实在一个财政纪律上 已经是被 财金界或者学界的严厉地去批评的 希望李家超特首 他自己作为一个 警务人员出身 纪律部队出身 希望在财务纪律上 可以回归 这些基本法 明文规定的量入为出四个大致 先不说明的大遇 因为明的大遇 这个项目 无论从理念 到施工的规划 到里面 很多的细则 到整块土地的定位 过去的十几年来 小帝一直都是反对的 我主要就是认为 他在技术上 和在财务上 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一个寇长来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 债留子孙 正职就只留在眼前的一个 都是纯正自考虑的一个 项目来的 那他无论从 土地的价值 从对于 基层民生的改善 和最重要的 对于这个 财政的稳健性来说 完全不可以 和市区重建 以及 新界和尼岛 其他 即是现有的 土地的发展 是相提命运的 所以 香港的土地供应 至于应该是 来自于高效的 市区重建 以及 新界和 部分尼岛 这个土地的开发 这个就是我们土地的来源 那至于说 怎样用的方面 其实我们所谓的 追落后補短板 最低限度有 三个方面 第一个 我们说了很久的 当然 产业的用地 是不是 我们现时 无论是发展 你说教育成也好 发展安老医疗也好 甚至没有 高科技也好 我们先不说 这些产业方向 是 就是哪一个 应该是优先 哪一个应该是 摆后一些 或者投放多少资源 但是基本上 我想社会也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我们在 进一步巩固 或者挽回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之余 令到我们的产业多元化 对于保持经济的稳定 和为新生代的香港人 学展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些都是合适的 这一系列的产业用地 相比起 比如 房地产业 或者是金融业 香港原先的两大支柱 其实他们很明显是需要更多的土地 比如金融 我们建一栋 IFC ICC 里面可以容纳到很多很多家 跨国的金融企业 尤其是大型的银行 但是刚才所说的那些产业 医疗 教育 又或者是高科技等等 特别是医疗和教育 它容纳的人口 和需要的空间 是大很多的 是不是 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产业用地 那么 第二的 当然就是 所谓的 改善性的需求 因为我们知道 香港的 无论是人均 居住的面积 无论是我们的 租金 相对起 我们工资的 那个水平 又或者是我们 所谓上车盘的 那个楼价 那个赤价 相比我们工资的水平 在过去的那十几 接近二十年 香港的 收入 尤其是那个 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持续上升的情况之下 刚才所说的 负担比率 是没有下降的 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 亦都没有改善的 而且是所有阶层都没有改善的 基本上 除了极端富裕的 那不够百分之一 至二的家庭 所有的居住面积 其实他们的居住面积 比起九十年代 其实过去的二十年 是没有改善的 所以 我们的租金负担重 我们的租资民业的负担重 再加上 我们的人均居住的面积 是非常小的 在九十年代之前 香港和上海 中国两大金融中心 人均居住面积 都差不多是这么低的 但是过去的二三十年 特别是千禧年代以来 其实上海 都是大幅改善的 但是香港 过去的二十年 基本上是 其实是不前的 当然还有 第三个方面 就是面对着 我们的人口老化 面对着我们的小子化 其实是不是可以 发货学生签证 令到更多 可能我们特别的 大湾区的家庭 在香港那里就学 这些都是需要 这个技术学校的用地 还有第三个 就是比如市区重建 大量的市区重建 是一些安置 无论是临时还是永久的 是不是需要一些土地 去协助我们市区更新呢 那这一系列 其实都是需要大量的土地 所以 未来的五至十年 我认为这个土地的公民 是配合 相关的社会需求 至于 会不会这个 推倒楼架 或者各方面 其实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造地 不一定是会推出 大量的私楼 两者的楼极关系 其实并不是非常之急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这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 这样就有差 oni 屏킨 现在可以多不要操耀